观众早安 欢迎锁定今天的非凡Morning Call 我是邓凯铭 先来关心最新消息 这是美国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 震荡拉回居多 道中指数跌了159点 幅度有0.39% 回到41091点 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有1% 昨天跌比较多 跌了近200点 还有包括费半指数下跌近100点 都超过有1%以上 其中费半指数跌幅最多 超过1.83% 修正拉回回测到5059点 市场在等待 最新挥打的财报 还没有在昨天盘中的报告出炉 它是在盘后报告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伺服器大厂美超围 却出现遭遇到新登堡 放空狙击持续的发酵 美超围财报 现在是申报说要地盐推出 传出财报难产 股价是重挫跌了尽快要20%的幅度 修正拉回 这也影响到了今天 美股尤其是像半导体类股的走势 震荡走跌 今天四大指数全部都是下挫的 这个市场上的市场上 新登堡的发表放空对于美超委的报告之后 的确造成了前一天跟昨天美超委股价重跌的压力 而美超委真的在这里也宣布 要延后向监管机关来递交上一个财年的最新年度报告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计报告出不来呢 这的确也被新登堡给说中了 他的会计财报当中似乎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重击了今天盘中 它的走势跌幅高达20%的下跌幅度 这盘中一度跌破400美元 而中场下挫跌幅是19%的跌幅 那昨天包括美光 包括超委 包括英特尔 包括辉达 都是下跌居多 而且跌幅都超过2%到3% 特斯拉 亚马逊 阿发贝跟苹果也震荡回测下挫 在昨天热门科技股的部分几乎都是下跌的 但是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控股公司波克夏海瑟威 逆势上涨走高 收在464美元 因为它成为了美国第一间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非科技企业 但明天是巴菲特94岁的生日 在这样的消息当中算是送上巴菲特一份生日大礼了 好 再看到了最新消息 这是市场秉析以待 等待已久的辉达财报正式的出炉 美国大型科技股辉达的财报压轴登场 今天在盘后公布了最新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营收是冲破了300亿美元 达到了300.4亿美元 算是创新高 而且计增率15% 年增率达到122% 这都算是优于预期 优于预期表现 但是 辉达的财报报告却在财测的报告当中 居然看起来不如预估 导致了盘后股价下跌重挫 跌幅一度接近8% 最后现在是跌了6%左右 第二季的获利报告是预期166亿美元 黄仁勋执行长亲自打破现在所谓晶片延迟出货的疑虑 向外说明财报的状况 华人勋执出AI产业前景乐观展望 辉达预期本季营收可以达到325亿美元 大概加减正负2%左右 1.21 下跌了234点 9181点 跌了234点 那当然标普指数的部分也大跌 跌幅有0.7% 好 看到了这个报告先说 这次报告其实是优于预期的 只是大家对于财测的部分呢 预估更高 所以没有达到财测的高标 导致它盘后大跌 第二季先说 财报优于预估的数字 这里呢 第二季营收是300亿美元 年增率122% 市场预期只有288.6亿美元 比预期要高 这算是达到好的数字 第二季的每股盈余是0.68美元 年增率152% 市场预期是0.64美元 所以也比预期的要高 第二好 第三好呢 是毛利率 第二季的毛利率达到75.7% 年增率4.5% 比预期的75.5%还要好一点点 所以呢 营收EPS 毛利率都是优于预期 但是这是过去的数字 这是第二季的财报 重点在于下一季 重点在于财测 第三季的财测 没有达到高标 盘后重挫了 将近有7%到8%的幅度 那看到了在第三季的财测部分 挥达说 营收估计325亿美元 毛利率估计75%左右 市场估计的最高目标是379亿的目标了 那当然呢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的确是有点未达高标 这是高标 最高标 那尤其是营收财测的估计部分呢 成长83% 六个季度当中 首度低于三位数 百分之百不到 没有成长超过一倍 营收的财测估计成长只有83% 虽然已经很好了 但是大家预估更高到超过100% 因为呢 财测的部分呢 跟均值都优于最高预期的 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二 市场给他最高期待是百分之一百零九 但是他只有百分之八十三 这是六个季度当中 首度低于百分之一百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导致了他盘后重跌的拉回 那当然呢 挥达有人说啊 也因为他可能知道市场上的这种担心 甚至市场上不如预期的反应 所以挥达立刻宣布一个新的 五百亿美元的股票收购计划 但是呢 并没有打动市场 目前盘后看看美国期货盘的表现 跟挥达盘后的股价表现 就明显看到市场的反应有点失望了 那斯达克奇跌了234点 跌幅达到1.21% 那挥达盘后呢 下跌最多一度达到8% 现在跌6%左右 这是目前看到最新的数字报告 也告诉你为什么盘后会大跌了 因为大家期待太高 他没有达到最高目标 所以呢 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同 今天看到股价修正拉回 好 台股ADR的部分 直接反映的是台积电 今天呢 也在期待 包括挥达的报告嘛 但是呢 台积电在昨天的收盘 跌幅是0.79%的幅度 下跌1.35美元 回到169块钱美金 当然呢 在台股期货的夜盘部分 台积电的夜盘表现 也是呈现收跌的情形 台积电夜盘震荡跌1.76% 收在947块台币的价格 在这里稍微的有点反映市场 对于挥达的财报期待的利多 但有点利多落空 导致了现在盘后呢 比较明显的修正下跌 另外呢 来看看 现在可能市场的寄望 就只能寄望到9月份 这颗苹果了 因为呢 苹果在美西时间 9月9号要举行秋期发表会 日前邀请函一出 立刻受到了万众瞩目 美国知名投资银行分析师预料 受到AI技术的带动 这家科技巨头将会迎接 历年来最大规模的升级周期 新一波超级周期的启动 将会开始 目前呢 预估iPhone16的初始 出货量会超过9000万只 意味着呢 年成长率 将会达到两位数 高于市场预期的8000万只 但会达到8400万只 这一波来说呢 在苹果的股价来讲 算是比较抗跌 昨天也算是只有小跌 在美股当中表现算比较好的 顺利色彩小巧外形 就在苹果超定 将在台湾时间9月10号 清晨1点举办发表会之际 iPad mini 7的消息也传出来 彭博社记者Mark Govan表示 目前许多门市都出现 第六代iPad mini库存告急的状况 这代表第七代即将到来 而亮点之一就是iPad mini 7 传出将搭载A17仿生晶片 有望在AI深度学习上大大提升 而不光是主力代工厂人保 有机会获得订单易助 其他台厂也有望受惠 最主要还是以这个 原先的这个瑞宜啊 陈宏啊 圣华等等 还有另外就是在政达的部分 都是最主要在一些相关 触控面板背板上面的一些 供应链厂商 最近也有传出说这个 友达也打入了iPad mini的供应链 所以其他的背光模组版的 这个厂商在这个辅祥的部分 发表会前市场焦点 还有公司的人事变动 投资人熟悉的苹果财务长 梅斯特里将于明年卸任 Apple announcing its long-time cheap financial officer Luca Maestri will transition from the role on January 1st,2025 Barick joined Apple's finance and product marketing team over 11 years ago And is currently the vice president of financial planning and analysis 年过50岁的Kevin Parek 在公司任职多年 电机工程师出身的他 凭借着优秀的决策 以及财务能力 被看好成为下一任财务长人选 杰林汉 万俊良 台北众报道 好 另外呢 则看到今天市场上关注 在台积电呢 会在9月份要启动 最新晶圆共成的服务 业内人士透露说 依照往年的惯例 3月 9月各有一次 向客户收件的机会 协助业者抢工明年下半年 还有今年下半年 跟明年上半年的 各式制程计划 要吸引IC设计大厂 增相卡位 根据了解 这次重头戏 渴望出现 2奈米节点的制程 提供技术领先的业者 来抢先布局 台积电 2奈米的技术 进展顺利 不管是新竹的 宝山新厂 明年的量产计划不变 外传呢 苹果在2025年 也考虑要采用 2奈米的晶片 来做iPhone 17 iPhone 17 可能是第一批 使用台积电2奈米的产品 那半导体设备业者说呢 最近先进封装战火也很猛烈啊 不只是扇出型面板级的封装 成了关注焦点 英特尔也加速了研发 10年的玻璃基板技术 主要驱动力呢 就是来自于灰达的 AI晶片很火热了啊 台积电不得不扩大 高额成本的 这个先进封装的产能 先进封装的概念股 其实在昨天表现也相对强势 台积电甚至呢 要筹主自己的 所谓先进封装的制成联盟 细光子概念股的联盟了啊 目前可以看到 细光子台积电联盟的部分 股价表现也大多 呈现走高的多 那包括了像是昨天的联军 联雅 明太 日月光 台新科等等个股 那台积电联盟的部分 其中也有 包括华新光 台积电 前顶上全 等等个股都是榜上有名 而在台积电跟英特尔 还有三星 甚至是华为 都积极备战 这一庞大的封装 设备材料的升级 更有更多的新商机 这也吸引了全球设备厂商 开始更大的部署动作 在抢单 台湾厂商迅速成立了 所谓玻璃机板供应商的 大联盟 希望能够抢这个大饼订单 英特尔的部分呢 却在这里可以看到陷入了资金狂烧钱的窘境 现在跟台积电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远了 路透社报导说英特尔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提升先进晶片的生产能力 但是呢 公司业绩放缓 可用的银弹变少 公司必须要再找个B计划了 否则呢 是永远赶不上台积电的 另外呢 则看到的是联发科 联发科全新的5G旗舰晶片 电机9400 预计10月份要亮相 业者呢 传出说 电机9400不仅是联发科首款的 3奈米5G晶片 在绘图晶片的性能跟能耗更是大要进 价格也渴望提高 也后续大吃AI手机的商机 抢单的利器 伴随着单价提高 对营运挤注也很大 联发科强调呢 客户对于天机9400的反应很正面 所以啊 导入的状况也算是蛮踊跃的 好 再说到是IDC最新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 上调了今年全年 在全球手机的出货预期 从原先估计的年增4% 总量12亿只 更新为年增5.8% 总量12.3亿只 随着手机试矿也优于预期 业界人士认为 目前上市的旗舰机 都已经有开始配备AI功能了 甚至有些中阶机种也开始支援AI功能 所以明后年 这些AI功能甚至会下放到中阶阶的机种上 势必呢 让手机市场的换机潮会更为的活络 对台湾厂商来讲呢 也带来利多 像昨天看到了手机概念股当中 不管是从最上游的台积电 联发科 再到呢 像组装的红海 还有包括镜头的大力光 郁金光 也都呈现了回稳 那特别也看到包括像滑通 滑通股价的表现 这两天也开始稍见转强 而且来到了波段高点 昨天呢 带量走高 有一点瓶盖骨啊 在飘香的味道 这些都是呢 对于协力厂商 苹果概念 其他手机厂商的部分 带来的利多的注意啊 在这里看到变成了 九月份的旧新 可能要看这颗苹果了 好 另外呢 则讲到九月份 除了苹果的新手机 要亮相之外 还有包括市场屏息关注的九月份 到底联准会的降息循环 是不是要展开 而市场呢 对于降息步调看法分歧 有多数投资人认为 联准会九月十一月 分别大概就是降一码左右 十二月以后 才有可能放大降息的幅度 部分分医师跟投资专家认为啊 这做法如果过于激进 市场解读呢 会把联准会看经济 前景悲观放在里面 这反而不利于 未来前景跟股市表现 好 当然看起来呢 是缓降可以 不要急降 急降的话让大家会怀疑 美国的经济状况 是不是很不好 有可能会硬着陆 那缓降就代表 有软着陆的条件 如果缓着陆 再加上了联准会的降息 循环开始 通常以往的经验 在软着陆的经济情况之下 降息 美股还有继续走高的空间 但如果是在硬着陆的情况下 降息 那美股接下来会跌比较重 这是以往的经验 但是呢 这礼拜五也是要公布最新美国的重磅 通膨数字 这是PCE物价指数 这也是能够预测联准会 9月降息力道的关键信号 随着9月联准会利率决策将近 短期内强势美元的地位面临挑战 美元指数周二盘中跌到一年多以来的新低 回顾8月至今 跌幅已超过3% 创下2022年1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不过这也让非美货币因此受惠 银镑对美元周二最高来到1.3246美元 一度达到两年多以来的新高 今年度剩下还有三次开会 会不会连续都是出现降息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是美元指数开始走弱的一个因素 联准会从9月份开始降息之后 它应该就会走出一个所谓的一个降息循环 那这样来讲的话美元长期走弱的趋势是可以期待的 美元指数周三持续震荡 专家指出若通膨数据出现意料之外的升温 美元指数才有可能回升 否则短线上连准会降息日央升息的趋势之下 利差缩减就会最直接影响着美元的贬势 而相对应受惠台美利差缩减 近期强势的新台币对美元汇率 周一更写下5个月以来的新高 不过市场仍在观望 本周五公布的PCE物价指数 周三亚洲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陷入盘整 而新台币汇率能否持续强势 专家指出未来的景气变化是关键 因为依照以往的经验来讲 就是说处理你之后当然之后 出现景气的修正的话 那自然资金又会再回去美元去做避险 那可能要等到那时候呢 才会看到台币再重新去出现比较强劲的一个贬势 降息有望促成弱势美元 加上专家认为若景气持续向上 就是支撑新台币汇率升值的一大利多 不过高盛分析师也指出 根据经验来看 美股肉表现持续强劲 可能会助长美元的声势 仍要关注国际情势的变化 另外呢是银行业市场关注这件事情 当然也很多股东密切的观察 到底新光金台新金中信金之间三角的恋情 现在走到哪里 昨天又看到最新的信展 中信金昨天特别举行了法说会 正面迎战对手台新金 也提出了九点声明 向新光金四十万个股东喊话 说无论任何的角度 看起来中信金这位新郎 都是这位新光金新娘最好的选择 因为不管是提高所谓的这个价格 还有包括如果未来合并 那可能会变成第一大家的银行金控公司 这些呢都是最好选择 向新光金的股东来喊话 也强调呢没有用突袭的手段 因为之前早就已经预估 而且先做好规划 这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并购计划 如果成功合并新光金 中信金的规模 渴望超越香港扎打银行 还有新加坡大华银行 等等的国际金融机构 会让台湾也有机会走上 亚洲跟世界舞台的金控 成为金融业的护国神山 双龙抢猪大戏 每天都有新发展 27日台新金以五点声明 喊话金管会应该以合一并购为优先 中信金马上在周三的法说会上 以九点声明反击对手 表示申请公开申购并非突袭 一切都是合法合规 我们并不是突袭 公司将会依规定先取得主管机关的核准之后 才在市场上公开收购取得股票 最后经由中国信托 以及新光金的董事会 与股东会同意之后 才会进行合并 公司进行并购的时候 应该以保障股东权益为优先 双方纵使有股东会合议 倘若股东会合议的并购条件 较其他竞争者有所差距 无理由设定合议优先 甚至排除其他条件较佳者 否则将会损及股东权益 指出中信金是最有利于新光金股东的选择 而对于台新金可能将提高换股比例 对此刚刚重返公司的中信金副董事长 吴一葵的回复充满自信 我们也欢迎台新调整它的价格 那表示我们当初的出价 是已经彰显了新光的价值 所以那如果是假设性的 那就等他们调账了我们再说好了 我们并了新光之后 我们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之后 我们可以让整体的价值可以再提高 那所以后续看起来目前初步 我们是认为对于未来鼓励发放的 capacity我们觉得还是蛮审慎乐观的 除了承诺维持配发的鼓励水准 更意图打造金融界的护国神山 过去我在很多的forum曾经讲过 为什么台湾有在产业 有台积电有鸿海 这么棒的护国神山 可是在金融界一直没有机会出现一个护国神山 所以那经过我们的试传 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成功的 并到了新光金控 那我们的规模将会比 渣打银行还要大 比新加坡的大华银行还要大 吴玉奎也证实 新光金前董事长吴东静 确实曾经和中信金董事长 闫文龙进行洽谈 由于两家是殷勤的关系 因此将评估的工作 交给闫文龙的经营团队 还强调不是受人请托 才做出并购的决策 至于台信金董事长吴东亮 是否曾致电估重量 他则不予置评 记者邮连思维明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明台北采访报导